跟大家分享的是 Cubusky的鬼滅之刃 的三款啊 罩門探 探 罩門探智囊 善意 然後還有我們所謂的 妹妹 Netzko 然後盒子 本身是這個樣子啊 然後 不去講一件事情 我搞錯了 我一直以為它這個是所謂的 Cubusky的一般版啊 之後發現這是迷你版的Cubusky啊 雖然是我搞錯 但反正還是很可愛 重點是有所謂的Netzko 所以就買了啦 那就開始不廢話啊 給大家分享裡面內容物啊 這是一般版的大小 大家可以從這邊看就可以看到 大小有落差啊 先拆開 眼睛睜開的男人啊 善意 我不太懂這個版本 為什麼它眼睛會睜開 善意不是就是眼睛不會打開嗎 打開 裡面是這樣 底板 身體 頭部啊 分成這三個部分啊 其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零件 底點 然後這個售價啊 我看到網路上有大概幾千塊的都有啊 底板是這樣子 底板注意看它一個是一個孔洞 兩個一個是兩個孔洞啊 它有幫你做防袋啊 然後姿 姿的部分應該是它所謂的它的招牌啊 它唯一學會的雷之呼吸的 這個 是叫一閃吧 裝起來後是這樣子 其實應該更低一點啊 然後頭眼睛要閉起來 頭裝上去 我覺得它底板是不是 腳架的部分有點淺啊 裝起來我覺得沒有很緊 裝好是這樣子 頭部一樣是可以旋轉的 Q80級的特色 後面是這樣子 轉一圈 武器的部分 因為它這個是有點軟膠 從這邊看可以看到 這已經有點軟掉了 武士刀握把的部分 把它折一下 正面這樣子 然後像拖把的頭部 特色之一啊 然後注意看它 頭部的部分 其實它有兩個色 其實上開有點像薯條啊 有薯條 正面這樣子 轉一圈 那再來是算我們的第一男主啊 照我們炭炭繁γο 炭治郎 炎之呼吸 或者我們講熱 火之呼吸啊 不是演之呼吸 火之呼吸 或者日之呼吸的 正統 繼承者 打開到裡面這樣子 它的部分 它的武士刀也是已經抽出來的 然後他臉上戴的那個狐狸面具 其實這樣看還蠻可愛的 打開 欸!刀子就直接被抽出來了 其實也蠻快的 底部這樣子 然後腳架的部分 他就直接兩個孔洞塞進去啊 然後水之呼吸的衣服 側面這樣子 正面這樣子 突然間想喊個啾 九頭龍閃之類的 然後注意看他的耳朵部分 其實他 耳飾的部分他其實也有做出來啊 他所謂的那個日智呼吸的耳飾啊 看到看得到嗎 有一個太陽的浮岸啊 然後狐狸其實眼睛也有可愛 其實蠻可愛的 正面這樣子 然後從側面看 你可以看到他所謂的那個 斑紋或者是頭疤的部分 所以他那到底是斑紋還是頭疤 最後也沒有講得很清楚啊 後面這樣子 轉一圈 這是炭治安 再來是本人的重點啊 Netsuko 然後罩門 泥豆子啊 然後從盒子上面看啊 我覺得他這個蠻奇怪的 只允許在日本國外販售 所以日本國內沒有嗎 這有海外限定的問題嗎 還是 盒子是另外製的 打開後 裡面這樣子 然後他是 他是沒有底座的 因為他是坐姿啊 其實我現在在考慮的是 12月的時候他們所謂的 鬼滅之刃已經玩截篇了嘛 然後他們有推出所謂的 銅框組 一樣是鬼滅之刃的 Kubatsuki 然後會配合日版的漫畫 第23集 會推出漫畫版 我本人還在考慮要不要購買 底座是這樣子啊 但有沒有底座其實沒有關係啊 正面這樣子 然後咬著竹子的部分其實很可愛啊 頭沒有塞進去 頭拔掉給大家看 裡面這樣子 後面有點像那個米粉絲 正面這樣 然後最重要的眼睛其實蠻好看的 然後 異色的部分其實我覺得 哦 這裡有一點點的異色 哦 那不是異色 那是他頭髮法絲後面這邊 這邊有一點點 然後 衣服的部分是穿的是一個很 和服 然後鞋子是這樣子 他這是棉袄嗎 應該不是和服吧 正面這樣 轉圈 然後 把頭裝上去 是這樣子 這是 NITCO 誒 為什麼會變糊糊的啊 輕一點點 給你一個光芒 正面這樣 側面這樣 上面這樣 轉圈 底部是平的啦 你的屁股 腳椅 這裡是白的 然後兩隻手是握在一起的 其實這款應該是裡面 這個系列最多人要的 然後 炭治郎 善意 本人原來那時候以為他們是這個是大盒 然後拿到後才發現 本人那時候好像定錯了 那今天影片要分享到這裡啊 這是 QBASKIN 迷你版的 鬼滅之刃的罩門炭治郎 我欺善意 跟所謂的罩門 泥豆子啊 好